老板好 十三先生 这里是一个一现金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要兄弟们做的 兄弟们随时等候您的吩咐 王老师 好长时间没见了 真没想到 今天居然是我给您送外卖 不过您以后还是少点外卖吧 长时间吃外卖对身体不好 有时间的话 还是自己做点饭吃吧 你是夜十三吗 这么多年没见你 怎么跑起来外卖了 之前我听你说过 好像是在国企上班的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落到了这不停地 有什么事情你跟老师说 你的学哥学姐 现在在国企做小领导的还不少 老师跟他们说说看看 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个好点的职位 最起码比你送外卖强了 王老师谢谢你 我送外卖只是我的个人兴趣爱好 其实现在我自己开了个小公司 我只是在平时没事的时候才跑外卖的 所以王老师 您不用为我担心 倒是您好长时间没见了 我看您好像比以前瘦了好多 这几年没见 您身体怎么样呢 送外卖的还开公司 我说夜十三你这十三 是不是装得有点大了 就你这样的还开公司 你知道公司这两个字怎么写吗 还有当时王老师 一长时间你居然都没来看过王老师 你这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亏得王老师当时在医院的时候 还一直提起你 真是想不通 想你这种人 有什么值得王老师这么挂念 王老师 你怎么住院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我对中医这块有点研究 要不然我帮你你看看 没事老毛病了 吃点要养一养就好了 不过十三 不论你是生活所破送的外卖 还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才跑的外卖 记住在路上一定要小心点 路上车多人多 一定要注意安全 夜十三你不是说自己开公司吗 正好明天上午咱们学校 有一场慈善捐款 如果你真的有实力的话 就过去多少为学校做点贡献 也不忘王老师这么多年对你好 也好让王老师在学校里面常常聊 王老师 这个周八皮说的是真的吗 咱们学校明天有一个慈善捐款吗 没错 今天我叫周同学跟王同学来这里 就是为了这件事 最近这段时间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学生在学校根本受不了 周同学跟牛同学 有时咱们天和势力 可以数得招的企业 所以学校决定 找这些从咱们学校毕业的企业老板看看 能不能募捐一些钱 给咱们学校安装空调 让咱们学校的学生 能够度过今年这个寒冬 十三 你现在已经跑外卖了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操心了 让你这些学个学姐做就行了 王老师 你教育了我三年多 我在你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这次就让我为学弟学妹们出点力吧 您放心 我一定会量力而行的 所以您不用为我担心 王老师 我还有外卖要送等抽时间 我再单独来拜访您吧 路上小心点 有什么事情给老师打电话 老师永远做你坚实的后盾 夜十三让你装十三 明天看我怎么在同学们面前打你的脸 希望你不要不去 要不然又少了一些乐趣 小七 给华同小巨王爱才王老师家 送三千万现金过来 不要说是我让送的 好的十三先生 我这就安排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能来这里的 都是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 咱们天和式的佼佼者 今天让同学们来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最近你们的学弟学妹 因为天气的原因不能在教室内学习 所以想让你们这些学个学姐们给予帮助 这次咱们学校计划给所有的教室及宿舍都供上暖气 经过咱们学校商务的预算 如果把所有的学校都通上暖气的话 估计需要五千万 这笔支出过于庞大 由于政府支出财政紧张 所以改造的钱由我们学校负责 这也是找你们来的原因 今天希望来的同学们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了 话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的捐款款节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支持 这是有利于学弟学妹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应该踊跃相助 王老师之前就一直教育我们 怎人玫瑰手有余香 今天我周八脾起个带头作用 为了学弟学妹们 我捐一百万 周总不愧是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我徐某不及周总公司那么大 不过我也要为学校出一份力 我就出五十万现金 希望多多少少能够帮得上学弟学妹们 我出五十万 我出十万 夜十三 我记得当时上学的时候 你可是咱们班级的大才子 所有老师都特别器重你 你的成就应该比周总更高吧 不知道今天你准备 为咱们学校捐多少钱呢 徐同学 咱们十三同学今天穿得光鲜亮丽的 其实他现在是个送外卖的 昨天我还在王老师家 看他给王老师送外卖呢 所以你就不要希望他捐款了 现在他只要不让老师组织 咱们向他捐款就已经大吉大利了 是吗 真没想到 当时咱们的大才子 现在居然落到送外卖的地步 不过校长不是说 今天只邀请了 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 天和式的成功人士吗 夜十三一个送外卖的 是怎么混进来的 本来以为昨天你只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 今天你居然真的敢自取其辱的过来 夜十三真想不明白 为什么你的脸皮可以真厚 懒得跟你们废话 我这次来是为了学弟学妹们 不是为了跟你们斗嘴 朱校长 到目前为止 距离捐款目标还差多少钱 刚才统计了下同学们的捐款情况 目前共筹集了910万 还差4900万 这么多钱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难道同学们今年冬天 真的要动着度过吗 我这座校长的实在是于心不忍了 朱校长您不用担心 4000多万而已 交给我就好了 我向您承诺 从今天开始学校中 所有需要改造或者加装的设备 我夜十三全部包了 无论花多少钱 夜十三你还真能装十三 咱们这么多同学 才凑齐910万 就凭你一个送外卖的 居然敢说能拿出来4900万 你怕是猴子请来的都比 朱校长您可千万不要相信他 咱们还是一起想想其他办法 我夜十三说过的话 从来没有掉在地上的 我既然说能拿出4100万 就一定会拿出来这么多钱的 周八皮看的你为咱们学校出钱的份上 刚才你对我的面试 我就不跟你计较 但是如果你还是这样针对我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朱校长等我打个电话 让人把4100万现金给送过来 小七 我现在在能考上大学 你现在给我送来一个易现金 我在这里等你 好的十三先生 我现在就带人过去 夜十三你还真能装 还让人送来一个易现金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让人送来一个易现金的 希望一会不要被打脸无敌自容了 老板好 十三先生 这里是一个易现金 不知道您还有什么 要兄弟们做的 兄弟们随时等候您的吩咐 好多钱 真的有一个易 这个夜十三 不就是一个送外卖的吗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他究竟是谁 这下同学们的供暖设施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十三同学当时上学时候那么优秀 现在步入社会还是那么优秀 我们能考上学校能有这样的学生 真是自豪 小七 这里的一个易现金 全部用于学校教室及宿舍的改造 接下来 你配合朱校长 将所有需要改造的全部整一遍 不要在乎花费 一定要给我们祖国的花朵 创造一个温馨的环境 好的十三先生 我明白了 朱校长 十一八亿以下的小事情 您跟小七沟通就行了 我刚才又抢了个订单 马上就要超时了 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来拜访您 夜十三 我记得咱们天河市 神号叫十三先生 前几天 更是从小英国 带回来三件价值连城的文物 难不成这个夜十三 跟那个十三先生是一个人